满生活快娱乐 欢迎来到快点娱乐 他曾经是台湾穷妖剧《一连幽梦》里的帅气男主 虽然这部剧曾经风靡一时 但是也是被网友吐槽最狠的烂经典 他在剧中扮演脚踏两只船的男主楚莲 或许是被这个角色附体了 除此之外 再也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经典作品 不仅如此 才在现实生活中 也是一个脚踏两只船的人 这个破具争议的人呢 就是台湾演员林瑞阳 1960年5月20日 在这个我爱你的特别日子里 台湾一栏县罗东镇 一户人家喜天贵子 这个小男孩就是林瑞阳 或许是因为出生在我爱你这个节日里 成年之后的林瑞阳一直为情所困 从小就生得一副找人喜爱的样子 长大后更是长成了英俊小生无恙 游乐圈是个看脸的地方 所以林瑞阳凭借着好身材好样貌 轻轻松松的进了这个圈子 80年代的时候 林瑞阳拍了不少穷瑶的言情剧 因为容貌出众 所以几乎每部剧她都是主角 她曾经在海鸥飞处彩云飞中 扮演欧士彻 在《雅七》中扮演柳静岩 但是真正让她被内地观众所熟知的作品 却是她在1995年拍摄的《一脸幽梦》中扮演的楚莲 凭借这个角色 她深情款款地将一个在两姐妹之间跳来跳去的渣男演得深入人心 或许是那个时候观众没想那么多 也没意识到什么三观见会的问题 那个时候呀 观众的口味也没那么挑 只要剧情好看 男女演员长得帅气漂亮 演技不做作 也都能接受 所以呀观众看得有滋有味 不过随着时间的流逝 高质量的影视作品层出不求 两相比较之下高低利分 所以当观众会过味儿来的时候 球阳阿姨的三观被人指责的时候 林瑞阳曾经扮演的这个角色呢 就立不住脚了 所幸林瑞阳是个聪明人 他没拍多少剧就淡了演艺圈了 就在前段时间 林瑞阳和张婷的麾下员工 在社交平台晒出了一段老板的视频 在这段视频当中呢 林瑞阳的状况并不好 他在被人掺服的情况下行走 即使身体状况不佳 他依然不肯退休 由此可见 林瑞阳也是宝刀不服老的 工作狂了 其实从2012年开始 林瑞阳的属下呢 就曾多次晒出 他身体不佳的视频 所以现在看来 他的病症呢 也是由来已久了 据悉 林瑞阳现在站起来都很困难 要打封闭针 才能勉强维持 不过 妻子张婷却对外宣称 老公的身体 并没有严重到 无法行走的地步 不过 在之前的一段直播带货中 张婷也曾经因为担心 他的身体崩溃到嚎啕大哭 担心他因为体力不支 会晕倒 他们的一伤儿女 也很担心 爸爸的身体状况 小孩子还不懂得掩饰 所以会跟妈妈一样 抱着爸爸 泪流不止 其实林瑞阳年轻的时候呢 身体状况 并没有这么差 或许是因为 那个时候 只是把戏拍完 就收工 不像现在做老板 压力那么大 当年 林瑞阳凭借一连幽梦中 楚莲这个角色 一胖而红 在此之后 他还曾经在 绝代双胶中 扮演过燕南天 这两个角色 内地观众 对他的印象 还是蛮深刻的 除此之外 他再也没有什么 能够让人 记得住的作品了 不过很显然 拍戏并不是 他唯一的乐趣 退出娱乐圈之后 他在上海近前遨游 最心于经商了他 凭借聪明的 精英头脑 摇身一变 成为上海 他有名的地产界大亨 不仅如此 他旗下的多家代销公司 遍布全国13个省市 如今 他的身价 也高达330个亿 下属员工 共计400余人 一个在商场 叱咤风雨的人物 在情场上 也是唇风得意的 2006年的时候 刚刚离婚没多久的 林瑞阳 就娶到了酒窝美女 张婷 前期 现任 无奉险界的操作 已引来网友的一片牺牲 关于 张婷小赞上位 林瑞阳婚内出轨的舆论 也是甚嚣尘上 不绝于耳 林瑞阳的前妻 叫曾哲珍 曾经也是一位穷女郎 因为能跟林瑞阳在一起 她做出了很大的牺牲 曾哲珍比林瑞阳小九岁 正值当好青春年华之计 又是公司力捧的新人 但是嫁给林瑞阳之后 一心相扶轿子的她 毅然决然地退出了演艺圈 让一心想力捧 她上位的公司 也心灰意冷 只好放弃了她 两个人结婚后 曾哲珍为林家生了一儿一女 林瑞阳的生意也渐渐有了起色 一切似乎都向着美好的方向推进 不过男人有钱就变坏 这句话一点不假 生意做得越来越大 事业上的成功 让林瑞阳的信心快速膨胀 从而动了一些歪心思 1990年的时候 林瑞阳与张婷相识后 两个人就一见钟情了 后来两个人在一起之后 林瑞阳在被记者采访时 曾经开诚不公地追忆过两个人的罗曼史 至于林瑞阳的回忆 她见张婷的第一面就觉得 如重雷击一般 脑子里感觉一片空白 后来她明白发生了什么 这就是心动的感觉 喜欢上一个人会让人意乱情迷 如果从时间线来看 林瑞阳声称跟张婷一见钟情 那么这就是本人真实的婚内精神出轨 爱上一个人 会让人情不自禁的 想跟这个人亲近 林瑞阳因为比张婷大 所以借着教她演戏的机会 让她称呼自己林大哥 这么亲密的称呼 成为了两个人后来打情骂俏的特尼称 而且这个尼称后来也没有变过 就这样一叫就叫了三十多年 两个人交往期间 后来彼此的暧昧关系被媒体爆料之后 当时还是以玉女形象 立足影视圈的张婷 急忙召开记者招待会 声称自己不过是谈了一场恋爱 并没有考虑到这么严重的后果 虽然张婷没有演过穷妖剧 但是毕竟跟林瑞阳交往过 这说话的语气跟腔调 像结了穷妖剧里可怜兮兮的女主角 当时林瑞阳婚内出轨 张婷的飞纹闹得满天飞 为了平息舆论 林瑞阳也急忙地召开记者招待会 对外声称她这辈子都不会去张婷的 不过当年的话呢 说得有多狠 后来自打耳光的声音就有多响 2006年 林瑞阳跟妻子离婚后 就将之前的誓言忘得一干二净 张婷还曾经相当自豪地向媒体炫耀 声称林瑞阳向她前前后后 公祭求了11次婚 她才答应嫁给她的 一个说是在1990年 见第一次就对她一见钟情了 一个说对她多次求婚才答应嫁给她的 那么这是自己打脸认领婚内出轨的事实了 这消息量还是相当大的 或许是因为之前说的太多狠话 两个人婚后疯狂撒糖兄爱 所以张婷棒亮 她在家里几乎是脚不着地的 经常被林瑞阳抱着走 即使是去卫生间 也是林瑞阳抱着去的 两个人婚后生有一儿一女 而且两个人的卫生事业 也是开展的如火如荼 身在上百亿 不得不说 这夫妻还真是过上没修没躁的幸福生活了呢 不过有句话说的很对 秀恩爱死得快 他们这边秀起来没完 林瑞阳的前妻终于看不下去了 亲手手撕张婷 在公开场合怒怼她小三的身份 插足自己的婚姻 确实林瑞阳的前妻曾哲真 并非世锦泼妇 她也是受过良好教育的新时代的女性 那她为什么突然做出如此举动呢 原来兔子被惹急了 也会扰人的 正所谓人善被人欺啊 马善被人骑 于是张婷的粉丝私信辱骂曾哲真 所以她才会忍无可忍 其实此时的她呢 也无需顾虑太多了 儿子进了娱乐圈发展 女儿又当了空姐 一双儿女的视野都各自经营的不错 所以她这一次 她无需为了顾及颜面 忍气吞声 毕竟做事的人不是她 不过林瑞阳为了力挺张婷 为了她作证不是小三 也曾站出来发声 声称自己跟前妻 在1995年的时候呢 就离婚了 后来因为考虑到孩子又复合了一段时间 但是呢 因为两个人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后来只好又离婚了 不过这个解释根本就是此地无银 三百两的效果 因为据她所说 当不再看到张婷第一眼的时候 她就一见钟情了 那么以此来推算 两个人相识是在1990年的时候 那么也就是说 林瑞阳在没有跟前妻离婚的时候 就已经心仪张庭了 所以网友们也纷纷地隔口喊话给她们 劝她们还是少说话多做事吧 因为说得越多越出错 不过近几年来 林瑞阳的身体状况确实令人担忧 或许是因为工作过于劳累 毕竟她的年纪也不小了 各种疾病找上身也是不可避免的 无论如何作为公司的董事长 收下400多位员工的范文问题 这样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感 也不容许她轻易倒下 还是那句话 好人一生平安 不平安的话呢 都是有原因的